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独领风骚 但他的作品却不局限于同一种模式 他还精通于版画 油画 水彩画 素描等都很精通 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而丢勒也是多才多艺 学士兰渊博被誉为德国的大分歧 丢勒全名阿尔布雷特丢勒 出生于德国的纽伦堡 少年时就对绘画表现出了特殊的才能 后来四处游荡 也去过佛罗伦萨 意大利这些文艺复兴鼎盛的地方游学 还识从画家贝利尼 以前我们讲过贝利尼 对吧 威尼斯的画派 在不断的学习和希娜中 他集合学习了南北方的文艺复兴的优点 他的作品中有尼德兰绘画中的精细的刻画 我们以前讲油画的缔造者央派埃克那个北方的那个文艺复兴就讲过什么 非常令人极致的什么细节 他的笔下各类形象都栩栩如生 也有佛罗伦萨所会画学习中科学的一种精神 在代表作基督与圣贤门中每一个人物的首饰都不一样 而且又完全符合人类骨骼肌肉的一些原理精准到位 可以说他是集合了南北方所有的优点 既然这种集大成者他也是一个极度自恋的画家 在对自己的容貌和才华极度的自信 在丢乐之前几乎没有画家会把自己堂而皇之的画进神圣主题的宗教画中 而丢乐却完全相反 他几乎每次都把自己的形象放进宗教主题的画作当中 甚至自己就站在耶稣的旁边或者是圣母的旁边 在画中体现自己的艺术地位 丢乐他的父亲是位金将 他们家一共生了18个孩子 他是其中第二个小孩 他们家就是超生游击队 丢乐可能自小就是玩金戒指长大的 因为他爸爸是一个金将 我玩金戒指长大的 迫于一种指环王的精神 指环王的风度和气场 根据他所上升的星座应该是狮子座 这种性格外户在于很在乎自己的名誉和颜面 可以说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从13岁开始丢乐就坐在镜子面前 开始画自己的自画像 而且画得细语炫昂 英字上手 他爸爸刚才就觉得他太自恋了 不太适合做一个金将 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学习美术的工作室 从此以后几乎在每个年龄段 他都留下了自己的自画像 可以说是丢乐开启了艺术家自恋的一个先河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他28岁时候画的自己的肖像 这仿佛是他所有自画像中最出名的一张 旷石名作 其中也是他巅峰的自画像之作 他以什么正面的耶稣的形象出现在画中 他用一个手指指着自己 仿佛在说我就是绘画之神 身穿毛领外衣的丢乐 面对观众 直立观众黑色的背景 显得什么深沉 宿怒 仿佛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存在 这种正面严格对称的肖像 制作一般是耶稣形象的常用的方式 从来表现一种神圣高大无上的权威 或许一开始丢乐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自己 将会踏上王者的征途 这是他一生的宿命 画面的右侧 他写上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他有画的有一段文字 我白自纽伦堡 阿尔布雷希特丢乐 画下了28岁的自己 在那永恒的色彩当中 这张自画像简直就是霸气侧漏 丢了 同时还是第一个给自己设计了什么 专属logo的画家 在每一张他的画像 你基本上都能看见 他给自己名字的缩写 A,D 两个字母组成的图案 这来告诉世人 画作背后的艺术家是谁 这个艺术家的签名 他是第一位 拥有自己logo的一个艺术家 是自己进行设计的 在此之前 基本上绝无情有 即便是习惯刷存在感到大事 杨凡爱客也只是隐晦的方式 在画中签名 例如将自己的倒影 画出镜子的背脑中 我们可以之前讲过 或者是在骑士的盔甲上 丢乐刷存在感的方式 竟然就是躺而皇之的 非常光明正大 再次验证了他对自己彩华的极度自信 丢乐的艺术造诣非常高 作品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但是在面对大场面的处理上 他也有自己的局限性 虽然丢了在北方画牌的原理 只能用在画中呈现这一两个人的主体的小场面 提升到了什么 大约五六个主体的中场面 但是对于上百个人的大场面 他却无法处理的那种辉煌壮丽 不过我们在欣赏大师艺术成就的上 应该懂得必须是什么 艺术是有重点的 艺术它不是单单的 自己所用作家法的一个过程 并不是将最好的东西凑在一起 就是艺术 丢乐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就是因为他在自己掌握的技术上 找到专属他的一种艺术的一种表达 给世人又有重点伟大的艺术成果 丢乐同时又是世界上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版画家 在意大利游学期间 丢得了认真学习了曼特尼亚的版画作品 并掌握了将人物描绘的如雕塑般立体的手法 大片的阴影使得画面成熟强烈的黑白对比 从而增强了版画作品的表现力 这种将北欧哥特风格的与意大利5.5主义 融合在一起的作法 为北方艺术确立了新的标准 而作为标准的确立人 丢乐大名越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 他的版画作品的极具影响力 版画之所以在当时需要 是因为当时没有发明印刷术 而很多宗教的书籍 中需要大量的插图 大批的印刷 所以出现了版画这种形式 在丢乐之前也有很多版画家 但都不够成熟 丢乐对艺术的成就 不断的钻研和探夺 把当时幼稚的版画艺术推向了全新的阶段 成为第一位极大成者 我们抽取一些他其中的一些版画作品来看一下 其中这个《启示录》是圣经一部分的内容 描绘了世界末日前夕 种种恐怖的迹象 丢了这一套版画作品 是对《启示录》中的图解 共一十五幅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这一幅 《启示录四骑士》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画面表现了死亡 饥饿 战争 瘟疫 四位骑士在人间肆虐恐怖的场景 前景中手持甘稻草 插兽和非常骨感的老头 代表的便是死亡 四处挥舞的宝剑与弓箭的 分别就是战争与瘟疫 代表饥饿的那位骑士 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 拎着一个天秤就出门了 丢乐还有很出名的版画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 这张亚当与夏娃 对吧 裸身的亚当与夏娃 身处伊甸园当中 他们的私处被画家用书页挡住 夏娃拿起了蛇 交给他的禁果 亚当则伸手准备去接 背景中的动物 象征着人类的各种性情 体现了古希腊医学家 西伯克拉底的液体学说 下面的猫是代表易怒的胆质质 麋鹿是严肃的抑郁质 牛则代表迟钝的粘叶质 兔子代表活跃的多血质 丢乐对这个作品呈现得非常满意 于是傲慢地用拉丁文把自己的署名 牵在了画面的左上方的石板中 在这个作品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丢乐的雕刻技术到达了恢复神工的一个境界 使线条呢充满了复杂的交错的一个粗细的一种变化 充满细致表现得非常的丰富和生动 尽管人物的动作呢 显得有些笨拙 体态呢也不像意大利绘画中的那么优美和典养 但它保留了一方北方艺术所有的一份的粗犷与印象 我们之前也说了那个丢乐的水彩呢 也是画的登峰造极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丢乐的席作啊 丢乐呢在这幅席作中呢 展示了它精湛的水彩绘画技巧 水彩呢是用水来调和的一种颜料啊 颜色呢显得什么 轻盈啊透明 而且干燥速度非常快 通常用来表现小幅的风景呢 或者是进行塑写的一种练习 对计较的要求呢非常的高啊 在大片草地中呢 丢乐对植物呢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精准的呈现在的我们眼前 甚至于每一个植物呢 都在轻松的判断它是它的种类和名称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被称为那个丢乐的遗作的原画 叫做四史图 这幅作品呢中呢四个宗教人物的刻画方式呢 体现了丢乐的宗教改革的一种思想 福音书的作者呢 约翰和保罗呢 站在那个前景中的相对立 象征教皇权威的匹德和马克呢 则分别站在了两人的身后 这暗示的圣经中才能解读上帝意志的唯一权威 天主教会的位置呢变得次要 四个人的状态呢表现了人类的不同性格 并且呢刻画逼真而有重量感 连衣袍的褶皱呢也画得非常的流畅啊 非常的自然 丢乐的油画功力呢 丝毫不属于当时同时代的意大利的任何画家 它不仅表现古典主义的自然之美 也保留了北方 各的传统的那种简洁而肃穆的一种精神内涵 我个人非常喜欢丢乐的一些版画的一些作品 画得非常的好 应该是刻的非常的好 栩栩如生 好了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